大家好我是桃子 今天那就是我们还在一屋 然后有一个那个 好大哥过来就是邀请我们去他那边玩一下 然后现在已经过来接我们了我们去见一下啊走走 来上车上车 上午车坐的好舒服 这他来不来要么晚上过来吃饭 你们两个来其他人不要叫啊 这是老城区 就现在到新城区 再往这边就是新城区 这些都是老城区 得往金华日报 哈哈哈 往个大旧别往给旧 旧的香港 快去看 我们现在来来到酒店来找地方住下 怎么样这个酒店怎么样 我们的房子已经住进来了 怎么说真的是第1次住这么高档的一个酒店 第1次 你看这里面的就是真的各方面都很好 第1次住这么好的酒店 我们看一下这房子里面的类似 卫生间 你看这卫生间里面还有一个那个 睡着可以泡澡的 可以打开电视看 还有电视吗 对呀 我那好高档 晚上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还有就是你看 半天哥给我们来是带了好多的浙江一个特传 真的太那个太用心了 就是平时对我们很特别的照顾 然后来这边 更加 用心的在就是在接待我们照顾我们 然后那个感谢一下那个 半天哥 哈哈 对 哥哥嫂子呢也 特别的开心 坐在窗户外面 不是坐在窗户外面 坐在窗边吧 看着外面的风景 真的是有种就是走到大城市的感觉 给大家看一下外面的风景吧 真的特别的漂亮 我们所住的楼层是 20楼 20楼这边是可以真的看到外面 很漂亮的一个风景 这个叫什么地方 这个这里是浙江 精华 对我们住的这个酒店是那个 国贸大酒店 对 就是很高档很高档的酒店 真的 对浙江精华所属这样精华的酒店 要国贸大酒店 你可以感受出来这个真的就是 规格特别的高 特别漂亮 对浙江精华 哥哥还行 嫂子能说出来吗 浙江精华 哇我看那半天都拿了什么这么多 金花酥饼 酥饼 还有这个是佛手干给他给你母亲 给我母亲吃的 这是 明天茶 明天茶 这里是我们这里的 香烟 香烟 还有火腿我看 两种一种两头屋 这个你好吃的时候在那个 这个是 我们的明天茶 对 这都是这边的一些特产 放手给妈妈吃的 真的太 真的太用心了 真的 谢谢半天哥 以后就是有机会了 希望半天哥能有机会去我们陕西玩 哈哈哈 嫂子也就是很那个 我们现在来吃饭了啊 这个都是这边一个特色菜馆 菜品特别的丰富啊 特别丰富 看一下嫂子啊 他们想吃啥 然后自己去拿 这边是想吃哪个菜啊 直接拿那个牌子就行 好的好的 看嫂子 看嫂子想吃啥呢 看一下 蔬菜吃不吃的那个桃子 蔬菜可以可以来一个来一个蔬菜也可以随便来一个 够了吧够了吧 很多了你看 够了够了 这都快20个菜 没有他很多是那个 可以了可以了 哇这桌菜也太丰富了 都是这边比较有特色的一些菜 都是特色菜转一下我来拍一下 给大家记录一下 哇有蜜特别喜欢吃的这个 这个在我们陕西那边吃不到的 啊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色 啊来到这边浙江这边京华这边了 都要吃这边的菜 这个特别有 哇这个是 酸菜 梅菜 梅干菜饼 对刚一盘就是已经吃的剩一个了 嫂子哥哥也特别喜欢吃 那个 这是黑酱糖包啊 黑黑的 吃起来应该很好吃 怎么样 很好吃 南天哥焦蛋糕太好了 你看 这个是他们的特色 对 馒头加红烧肉 听得太香了 太好吃了 他吃的习惯不 习惯不 习惯不 你吃呢 没的 习惯 哥哥是啥都能吃 嫂子的话可能因为 反正话 没事 因为我想想口味可能有的时候 对不上 啊 这个是我们这里的粉丝 还有 还有 应该还有 真的就是我们要 真的很感谢 半天哥 还有还有菜吧 真的很感谢 半天哥对我们的一个热情招待 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去我们陕西 去一下 真的啊 到时间让我们也敬一下地主之仪 不能浪费 啊 拿回去我们 晚上饿了再吃 或者明天早晨再吃 我们现在已经吃完晚饭 准备要休息了 真的也特别开心 来到习乌这边了 刚好半天哥也在金华那边 他是金华那边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来 带着蜜 带个嫂子来拜访一下半天哥 还有半天哥也真的 想的特别周到 跟我们安排的 那么好的一个住的地方 也吃的都是一些 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家乡美食 就是这边比较有特色的一些菜 反正怎么说 吃的好 住的好 特别开心 也真的很感谢半天哥 对桃子和蜜的一个喜欢 明天的话 还要带我们去他们这边一个有名的景点 叫双龙洞 还要去再玩一下 时间比较紧 可能我们明天玩一下下午又要回去了 行吧 反正是出来了 工作归工作 然后 晚会玩 好好上班 好好玩 就这样 好了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拜拜